自从联合国安理会以15比0 无意义通过对北韩史上最严厉制裁以来 平壤一直威胁要报复美国 而美国情报部门也已经确认 北韩已经研发出可以用飞弹搭载的小型化核武 大大升高对美国本土的核武威胁 正在纽泽西休假的川普总统 在出席一个圆桌会议时 愤怒地回呛平壤 如果再敢威胁美国 美国将回敬以愤怒的火海 美国安理会通过制裁北韩决议案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但是最新的制裁 不仅有大陆与俄国的赞成 而且措施最为严厉 中断北韩的矿产和海产品出口 让北韩损失三分之一 或者说十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这也是北韩要报复美国的原因 不过川普不吃北韩那一套 他也威胁说 要用世界从未见过的强大火力 回敬北韩 美国情报部门虽然认为北韩已经研发出小型化的核武 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解决弹头重返大气层 如何防止高温燃烧的技术难题 记者张光华 综艺庭 华盛顿报道